把草根角色诠释到位 金马影帝陈松永 去年12月病逝享受80岁 他过世后留下400万 给情童妇女的看护优理 而优理回到印尼净狂曝光 拿出两盒黄色圆形饼干 对着镜头露出猜笑 优理在印尼创业 卖其手工饼干在网路上贩售 他就在家里自己做一做 然后就贴一些招牌啊电话 然后就放在网路上去卖 但没有想到反应还蛮好的 他现在而且他做很多很多种口味 不只做出原型饼干 还有长条以及饺子造型 资深媒体人年长于透露 爱烹饪的优理 把在台湾所学与印尼当地口味做结合 获好评 爱得很好 他现在每天好像都要出货 都要出那种好几百包这样出货 所以就是也蛮忙的 那他有常常跟台湾的像那个陈伟汉 尼长于透露先前陈松永给 尤里看护费都是支付双薪 当时尤里都寄回印尼老家 丈夫拿去买土地 在陈松永病逝后 尤里大可轻松度日 但他仍努力过生活 希望能找时间回来台湾 而陈松永挚友陈伟汉 则是完成他做公益的行愿 大大显上陈松永纪念号 眼前这台救护车 就是陈伟汉以陈松永的名义 捐出一辆350万的救护车 给澎湖县万安乡 陈松永生前未婚无子女 把遗产平均分给至亲好友 不仅对照顾他八年的看护优理 疼爱有加 热心做公益的心 也继续造福人间 TVN新闻 小明志张 齐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